这是我的爸爸 他很像小丑 他很想知道我长大后会做什么 带我做可怕的事 还叫我不要怕 要勇敢 很喜欢让可爱又好吃的东西哄我 看起来很好吃 叫我看到别人哭 就要分东西给他 最神奇的是爸爸可以把最普通的食物做到很特别 让全部人都吃得开心 他说这样就会很摁 哇 很美耶 爸爸知道你不喜欢吃菜 那以后爸爸开餐厅好不好 嗯 然而我长大以后 这些都慢慢消失了 我最不喜欢吃菜了 不吃菜怎么会有营养呢 爸爸变得不一样了 现在的爸爸变得沉默 小美 不要再参加这些了 很危险 变得胆小 把钱称起来 不要乱花 以前过年他都煮好吃的食物来用大家 他连这个最神奇的本事 但是现在都没了兴致 现在都没了兴致 我知道是生活改变了爸爸 但我很讨厌 很讨厌他什么事都不告诉我 总是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 我只想要找回以前那个勇敢 热忱和充满活力的爸爸 爸 早餐做好了 别忘了你教过我 要懂得分享 也要勇敢 无所畏惧 爸 是时候实践你的梦想了 对抗家人都不知 欢迎光临 来来来 無所失散 最好 有个人 他就不在乎 他就不在乎 道歉 最近我们在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